您现在所看到的画面,正是发生在1942年,河南大饥荒真实影像,从1942年7月开始到1943年春结束,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,一共造成了300多万人活活饿死,超过3000万人受灾,为了能填饱肚子。 村民开始吃树皮吃野菜,甚至等到大饥荒后期,连野菜和树皮都被吃光,村子里连一只老鼠都见不到,为了能生存下去,甚至一些父母不得不卖而卖女,然而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,对于河南这场大饥荒,不仅是天灾,更是人祸。 食品中,一家三口正在吃的,并不是什么大鱼大肉,然而刚刚摘来的树叶盒和野菜,对于这种平时只有牲畜吃的东西,父母却也舍不得吃,希望让孩子多吃一些,很难想象。 当时,这些灾民过着怎么样的生活,然而在当时那个环境下,这一家人的生活还算是好的,很多全家人都被饿死在街头,在街头随处可见,从村子逃荒出来的村民, 他们本以为离开家乡就能活下去,然而在当时整个河南,所有老百姓都没有饭吃,很多人被饿死在街头,尸体更是无人问津。 视频中的小女孩,看上去只有三四岁的样子,她的肚子看上去特别的大,其实并不是她吃饱撑的,而是小女孩吃了观音土,这是一种可以食用的泥土,也称高磷土,吃下这种土壤后,可以暂时解除饥饿感,产生一种已经吃饱了的东西, 因为身体无法消化,导致肚子会出气的大,因为人体无法吸收,所以无法排泄,很多人便这样被活活憋死,正如这位母亲一样,她的孩子在吃了观音土后,导致无法消化引起腹痛,母亲正在给孩子抚摸肚子,希望能好受一些,然而她所做的一切都无济于事,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,一点点在痛苦中死去,当时在河南的街头,随处可见的尸体,他们大部分都是逃荒的村民,可惜还没等到目的地,已经饿死在路上了,视频中的小男孩,只有两三岁的样子,如今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,她吃的正是野草和树叶, 看着天真无暇的眼神,着实让人心痛,在这批难民之中,大部分都是一些老人,虽然已经到了寒冬,但是他们却穿着破旧的衣服,手里端着刚刚摘来的野菜,然而旁边的老人已经饿得骨瘦淋漓,估计很难度过寒冬,此时地上的老奶奶已经饿得不行了,可惜面对碗里的树叶,让她难以下咽,不知道您在看到此刻,心里有何感想呢,然而在当时整个河南, 这种情况随处可见,为了能生存下去,在大饥荒初期,很多村民开始选择向外逃离,希望能找到避难的地方,视频中正是村民脱家带口,逃离村子的真实影像,从画面中不难看出,在他们当中,大部分是都是一些年轻人,他们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带上,以便在逃荒的途中,进行编卖来换取食物,对一些年迈的老人,他们只能留在村子里,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, 一些老人为了能活下去,就坐在路边,希望能遇到好心人,施舍一些食物,看着这些老人的样子,很难想象,当年他们是如何生活的,在逃荒的过程中,他们所过之处,凡是野菜,树皮都被搜刮干净, 这些平日里叫牲口都不吃的东西,也成为了稀有之物,本来树木林立的平原意识之间变得无比贫瘠,只盛光秃秃的土地被踩在人们的脚下,对一些幸运的村民,在逃亡的过程中,他们会爬上路过的火车,希望能逃离这个横市遍野的地方, 然而在火车行事途中,时不时会有人从上面掉下来,即使有幸存活,等待他们的也只有死亡,从1942年春天开始,河南全省便低于位下,1941年东小麦载务,6月份的欠收,河南粮食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了40%, 但即便如此,国民政府仍要争量,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,为了防止日军枪粮食,国民党便下令不允许老百姓家中私藏粮食,在此期间,蒋介石也多次接到河南饥荒的灾情,但是他却置之不理,然而造成饥荒的原因,还跟炸毁花园口堤坝有关, 在1938年6月,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的步伐,实施了以水带兵的计划,炸毁了花园口堤坝,导致玉万苏三省44县被淹,受灾面积超过29万平方公里,导致几十万老百姓丧生,然而在这次计划中,只造成日军不足1万人死亡,由于当年河南大面积土地被淹没,也间接引发了1942年的大饥荒, 然而这场饥荒,等到10月中旬,才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,当时拨款5亿元法币进行赈灾,开始在各地开设粥厂救济灾民,然而面对数量庞大的难民,开设的粥厂根本就难以维持现状,很多灾民仍然吃不上饭,其中用来买粮的3亿元法币,却被挪作他用,甚至有贪官污吏将其挪用饭运私货,至于发放的赈灾粮食,一直等到1943年, 第一批粮食才送到灾民手中,然而大多数灾民早已饿死在1942年的冬天,等到了1943年6月份,随着麦子的成熟,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才算结束,死于这场饥荒的人数高达300多万,无数家庭因此变得支离破碎,这不仅是一场天灾,更是一场人祸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